我相信很多人就是 有的人人生都會很順嘛 從國小讀書然後到大學 但是 我就是大學剛進去的時候 因為高中是表現比較好 所以大學進去的人 那時候是當 大一的時候就當球隊的主力這樣 那可能也是我自己 當時的 當時太小嘛 然後太驕傲 所以我就熱身沒有做好 沒有做足夠 然後就丟了一場比賽 但是等那一天過後 我就隔天就 腰部急心拉傷 我就真的躺在宿舍一個月 就是我早上午餐晚餐 我說叫隊友幫我買一下 然後等到一個月過去了 教練還會來問你說 那你有沒有好一點 但是等到第二個月以上個月 就完全都沒有 然後那時候就人家就是 把你看得像狗一樣 我這樣 就是把你當狗一樣 你走過去沒有人理嘛 然後在場的話 人家也只是會偷偷在後面 這樣的背後話 然後那時候直到 然後那時候直到 我那時候就退出球隊啦 因為我 我是一個 滿有 愛面子的啦 我沒辦法忍受說 人家在我後面說我 受傷了 再加死 就是躺在宿舍吹冷氣這樣 然後我就去 工作 去工廠工作 然後 我都停了三年吧 三年沒有打棒球 然後可是那時候還是 一直會在工廠 利用 課 空營的時間 就是休息的時候 我就會拿那種掃把 然後我把頭拔掉 我這樣就練揮棒 或者是我拿 報紙 我就自己拿膠袋滾起來 我就在 在丟工廠的牆壁啦 丟紙頭這樣 有可能是我還想當棒球員嘛 然後就當 加農的那個 演員真是出來的時候 我就看到 我就 去報了五次 就是我一直 記得五次這樣 因為我那時候想說 既然我沒有打球了 但是我還想要在棒球這個領域 有一個心 付出一份心力啊 然後我就後來就參加這個 然後 我也是看到他們啊 在拍戲的過程當中 是 最讓我想回到球場 是我看到有一部分 就是 那一場試是我們 全部球員 在那個 加農電球場 然後我們要拍一個 畫面 就是全隊在跑的畫面 然後那時候 我跟大家 沒有 因為 那時候已經畢業了 但是我 看到他們的畫面的時候 我在想說 既然他們現在還可以在那邊跑 那邊跑 那為什麼我現在身體也健康呢 就是沒有受傷還不能繼續這樣 所以當下我就覺得 好嗎 好嗎 我 好嗎